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本台独教科书 叫做认识台湾 史无前例地把台湾当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来看待 所以既然你是独立的国家 所以你当然就知道你要认识这个国家 所以你当然就会有同心原始观 所谓同心原始观就是我先介绍本国史 再介绍外国史 再介绍世界史 这就很正常啊 如果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你怎么会在台湾用同心原始观 你怎么会以台湾为中心向外辐射呢 那美其名提出来的借口叫做爱台湾 所以你爱台湾就VS中国 所以台湾就跟中国就脱离开来了 然后一步一步到陈水扁当领导人的时候 当时呢他就开始逐步的去检测所有从小学初中高中的教科书 里面的用词 比如说不准说我国唐朝 不准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调出来 然后叫出版社要改词要写中国唐朝不可以写我国唐朝一步一步来 然后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 这二十多年来 即使马英九执政八年 但他没有拨乱反正 而今年开始教科书没有中国史 高中历史课本里面不再有中国史 不再像我们从小读到的 而是就是来一个台湾史 而这个台湾史里面错误万分的让人惊骇莫名 因为那个错误是有意的故意的 要在一代一代的台湾人心里面种下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毒 就是你不是中国人 而中国所代表就是落伍落后跟不文明 这两个毒种下去以后 台湾人将世世代代不会做中国人 今天我们找到最重要的专家来讨论这个问题 前监察委员叶耀鹏 各位观众大家好 前立法委员吴玉生 各位朋友平安 前立法委员蔡正元 大家好 嘉宜大学应用历史系教授吴坤才 大家好 吴教授是一个让人家非常尊敬的学者 因为在台湾这样的氛围 要来对抗民进党他的台独史观 在学术界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甚至有很多学术界的学者 他会私底下私讯我 说他连在脸书上 我的脸书上按赞他都不敢 因为他怕他的系里面会去肉搜他按赞 就表示说 哦你是支持统派的 哦你是反台独的 那对他的学术前途会有很大的影响 可是吴坤才教授最近就组织起来 开始在告诉整个台湾社会 这一次我们的教科书又出了什么问题了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整理的啊 有一些东西 然后再请教 我的一个质疑 我的结论就是说 这到底是不是大日本帝国的教科书啊 还是中华民国台湾省的教科书啊 新课刚刚108年版的 它里面举出几个 简单就好举出几个 1941年到1945年的 台湾二战史一片空白 新课刚刚不提 1937年到1945年的 抗战八年 课本里面只有年表中提到一句 1942年实施志愿兵制 志愿兵制 这是指在台湾啊 这所谓的志愿兵啊 陆军海军志愿兵 是当日本人的兵哦 好 出版社编出的人 回答外界的质疑 因为舆论哗然 看到这个教科书 觉得要崩溃了 他说课刚有 我们就写 课刚没有 我们就不写 这无关意识形态 而是编书者不想自找麻烦 因为课刚里面已经规定了很多 你可以写 哪些不能写 高中台湾史介绍二战时期 台湾原住民加入高沙义勇军 高沙义勇军 这很正面哦 表示要去参加日本军 去侵略别的人家 别的国 108年课本 高一历史课本 各版本都统称日治时期 必谈日本殖民统治 对台湾人的压迫 剥削跟差别待遇 把日剧期间勾勒成为 路灯亮水勾清的悠闲文明 美好的时代 你看医疗卫生啊 督亮恒啊 标准啊 所有的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很正面的 马英九 他在10月24日 他说新克刚 斩断两岸间的历史脉络 反映在教科书上 台湾跟中国大陆变成没有关联 没有关联就是两个国家了 谈到台湾的现代化 都成为日本殖民时期的功劳 清末 沈宝珍 刘明传 都没有被讲 都被抹杀了 我手上有这三本 就找到了 蔡委员 蔡正元委员 帮我们找到这四本 三本啊 他手上还有一本 难医的 最稍告的这一本 这三本 总共这四本 市面上就是这四本 都是根据民进党的108课纲所编出来的 好 请问一下吴教授 现在的这样子的状况 你看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主持人好 我看到的情况就是 整个 因为历史是 认同一定要塑造 认同一定要塑造 就如同我之前讲了 整个教科书的结构 到最后一定是去中国化 那去中国化经过30年之后 他变成了他的台独死光 那去中国化 他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一个就是民主去中国化 所以他在 所有版本里面的 民主去中国化里面就是 第一个就是用南岛语系 或南岛族来取代中华民主 那这个是一个去中国化 第二个是文化去中国化 文化去中国化有两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他强调叫海洋文化 第二个他强调叫多元文化 所以用这样子来洗掉一个 以大陆文化跟以中华文化为主的 中国 第三个就是主权去中国化 主权去中国化 那这个主权去中国化 就是去中华民国化 那换句话说 就我们常常讲 他去对于文化的斩断 对于民主的斩断 跟对于这个国家的斩断 这是总共用透过这三种去 就是去文化去民主跟去主权的概念 那彻底 彻底否定 彻底否定台湾人对跟中国之间的 跟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常常讲就是所有东西都必须要 我常常讲过没有人生下来就有认同 所有的认同都必须要去塑造 那透过什么塑造 就我常常讲的是透过历史的塑造 来塑造我想要塑造的人 那塑造这个目的是要干什么 是在塑造这个民主求生存的过程 历史就是记载这个民主求生存的过程 求生存的过程 也在记载这个民主立国的根本是什么 所以在整个台湾史这样子搞下来 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严肃 其实我重新在最近这几天 我在重新检视这几本教科书里面 那这几本教科书里面 确实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惊骇莫名 叫惊骇莫名 如果再这样搞下去的话 那么再这样搞下去的话 在台湾跟中国之间 跟中华民族跟中国的话 跟中国之间会完全彻底的赞助 历史教育新三字的运动 是在10月24日 这个协会有召开了反对 108课纲去中国化历史教科书的记者会 来批评 蔡政府是文化去中国 民族去中国 主权去中华民国的三个方向 把百万学子建构成天然毒 其实也就是人工毒了 那蔡委员呢 他在他的脸书上面 其实也列出来了几点 他精心研究这个 他认为几本高中教科书里面 最独的男一书局 他出版 他说这根本是一本 垃圾教科书 台独政治基本教材 内容用胡说八道 四个字来形容很恰当 蔡委员 谈到台湾岛的历史 这个早期国民党不管 马英九也不管 然后民进党就乱管 那这个吴坤才教授很敬佩 他站在一个中华文化的历史上面 来谈这些去中华的问题 现在这样子 我觉得研究历史 我个人的立场 先不撇开立场或意识形态 我就问说 那历史什么是事实 这才重要嘛 什么是历史 哪些历史可以写到教材 这总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嘛 好我就很认真的 就把这个南密教科书 基本教科书拿来看 那我再举一举个例子 他一开始的话 他就特别的歌颂 他说是台史宫第20页 南伊本第20页 因为中国有个太史宫叫司马迁嘛 所以他现在也要搞一个台史宫 叫一能家局 那你要拱一能家局 你要拿证据给我看吧 一能家里他写了什么 了不起的历史 有他写了什么 写了很多的台湾当时日记时代 平埔族的一个调查文献 请问你那是人类学还是历史学 历史教材这里啊 这很容易分清楚吧 而且那是人类学的 你把人类学的研究报告 最基本的研究报告当作历史 所以他基本上一能家局不是历史的 后来他死了以后呢 他的家属帮他的笔记 整理出一些 编辑的一套册叫台湾文化志 那台湾文化志 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价值 他基本上就把它所收集到清朝时代 在台湾的各种典章制度 人文啊地理啊等等 写成一个旗 它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学术的一个立论 基本上谈不上之历史 那它是历史材料没有错 但那一本作品谈不上之历史 所以一个谈不上历史的人变成台史公 那好啦 那请问你那连衡是什么 整本书里面没有提到连衡 至少连衡写过一本台湾通识 被公认的至少是证实吧 第二个 他的24页 那更搞笑 他引用了一个叫做林玛丽 林玛丽的妈妈是日本人 那爸爸是台湾的 应该说是说 日本的台湾台湾的台侨 应该这样解释 然后他在马歼医院当医师 他就是学艺研究专家 血液研究 它是输血方面是有很多的成就 可是他转来做DNA研究 就跨了有点的跨度大了一点 然后他做了研究呢 他最早研究说 台湾人有13%有原住民的基因 然后越研究越多 随着时间的远近 台湾人的基因就从13%到85% 是不是台湾人突然间转性了 我不太懂 最近发生什么事 好 结果呢 他被一个野鲁大学毕业的博士 叫陈淑佐跟他的学生段宏坤 就把他的研究拿出来 彻底的检讨一下 正式写了一篇论文 登在台湾的社会学研究记刊里面 公开的把他露出来的方法 哪里抽哪里抽 这个已经是学术定论 以前有个长丁医师叫陈顺胜 也是用林玛丽的方法研究 结果呢 说台湾人有30%40%是原住民基因 也被他打枪 可是人家陈顺胜知道方法错了 马上就承认错误 就做了修改 林玛丽是死不悔改 死不悔改 所以拿一个死不悔改的东西 来作为一个台湾史教科书上 这是错误的资料 再来他第38页 当然我们承认 这个吴凤这个神话有点超过了历史事实 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情 所有的调查事件都出来 都是什么事实 然后他怎么讲呢 他说吴凤是为谁建过的神话 他里面谁 国民政府来台后编入教科书 我就没接你去 显然写这个人台湾史没有念过 第一个把吴凤的历史 编入教科书叫日本殖民总督 叫佐久坚佐马泰 他不只编入台湾的台湾岛上的 日本的小孩教科书 全日本都有教科书 你们那个一人无缝 那国民政府来了 这些人的傻嘻嘻嘻 就把日本人实战的教科书 赵超 还没有加油天出 赵超 然后他说是国民政府干的事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我在第40页 我更生气了 把中国汉族在清代移民来台说成受限于渡台禁令 第一个他把汉族移民描写成用这个大画面描写成我们都是偷渡客 我跟各位讲啊 我祖先1621年就来台湾了 我们不是偷渡客 理由是什么 渡台禁令 也不想说各个人 几乎每一个教科书都讲渡台禁令 渡台禁令到底也存不存在 没有 很肯定讲没有 谁讲没有的 最近出版的台独历史学者徐雪基编的一本论文集 叫做来去台湾 公开承认清朝没有渡台禁令 所以就没有那个只有唐山公没有唐山妈的那个谎话了吗 完全没有 他们以前一直说渡海来台的只有男的只有唐山公没有唐山妈 所以都是跟原住民然后结婚 乱讲 所以台湾人种就不是中国人种对不对 对 连那个美国学者卡普兰听信那么的谎话 在他的国际政治学的书里面也讲说台湾八成不是中国韩族 都乱讲一通 那现在问题来了 渡台禁令是谁编转出来的 是伊能家局在他的台湾文化制里面编转出来 那台湾人只要看到日本人写的书都不敢质疑啊 就一直抄的抄下来了 渡台禁令从来就不存在 在中国历史上 在清朝从来没有说 禁止渡海来台湾 他说以前大陆人到台湾来要申请证照 证明你是良民才可以来 这叫做禁令吗 请问一下我们到现在为止 要去爬玉山也要证明你是良民 然后有玉山禁令吗 你说告诉我吗 不要那么荒唐 为什么 清朝时代我们要很客观的讲 台湾是边疆 台湾自己本地没办法产生税收 所以都要靠厦门的财政来支援 不是靠福建哦 靠厦门海关的财政来支援 所以当时最早台湾的管台湾的官 叫做厦门台湾到 厦门还白在台湾之前 吴教授可以作证这个事情 是拿厦门的财政预算 来支持台湾的 各种政治经济上的财政需要 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 他管台湾 短短的期间 清康熙30万人到台湾来 哇你皇帝当假了 30万人就这样 夸了夸了就偷渡客啊 偷渡来台湾 这个偷渡规模 就未免太大了吧 所以他为了要圆那个皇 有个渡台禁令 瞎白 所以因为要申请这 当时中国大陆人 只要到边疆去 到新疆也要申请 你证明你是良民 因为什么 因为地大人稀嘛 要入调嘛 怕你进那边犯罪嘛 很多时候你跨一个县 跨一个省 你要入调 要有良民政 当然台湾岛的跟新疆 跟到当时的云南 都是一样的 这个对清朝来讲 就是我的边疆管理制度 跟那什么渡台 基金有什么关系 是因为医能家局 大概看不太懂 中午乱掰的 那掰了又为了 原英文家局这个皇 就开始 那其他来的都是偷渡来的 对不起 温大卫周先不是偷渡的啦 偷渡就是你蔡英文才偷渡的啦 所以没看不起 再来 他讲说历史偏扭就好了 清朝他动不动 有对人讲台湾四百年始 什么始明写 台湾四百年 台湾人的有文字的历史 什么是有四百年 根本凑不到398年好不好 对不起不是我挑剔你啦 差两年啦好不好 所以根本很少 而且清朝占台湾212年的历史 占了一半以上 你告诉我 这本书讲清朝讲多少 清朝不存在是不是 上一版的历史书 我数过了 50页 然后日本拒台 占领台湾51年 也是50页 可是等到这一版 日本的篇幅更多了 清朝篇幅更少了 那那个再来 第三十月我更生气 我说非常生气的不得 吹捧日本治 日治时代 李帆 帆就是原住民 李帆为手段 殖民新业才是目的 他把日本治理 简单讲像太鲁阁之意 就是屠杀太鲁阁主 为什么要特别屠杀太鲁阁主 因为太鲁阁主的地盘 大概是在中央山脉 到花莲那一边 到宜蘭这一带 这一带张树林最多 为了张脑 日本人为了要控制张脑 因为张脑是日本人专卖 专卖的意思就是 这个钱是我日本政府拿去花 所以这个其他人不可以享有的 民兴不可以有的 台湾张脑的产量 是占全世界70%以上 而且这个是对当时的武器制造 当时的工业非常重要 所以他说什么 日本自己人写的历史书 台湾史的书 叫藤井什么 我都忘了他名字了 写的书讲得很清楚 他怎么讲呢 因为日本总督府 需要占领张树林 张树林又是原住民 打猎生存的地方 然后原住民又不跟他妥协 当然他没有好处给原住民 为什么要妥协呢 最后怎么样 出动无力 杀戮 屠杀原住民 屠杀高山族原住民 抢斗张树林 砍伐张树 制造张脑 然后他一句话什么 殖民心业 看你也没人家没人家 这是受不了啊 然后来 第121页 写吕赫若 为台湾第一才子 我不客气讲 李赫若 如果台湾第一才子的话 那吴坤才一定是 你是第几啊 超天 超宇宙第一才子 李赫若他就是光明报的主编 光明报就是台湾 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 宣传部底下的刊物 然后他有一个底下有个干部 叫做王世坚的爸爸 王明德 对不对 这个都是历史上写得很清清楚楚的 然后他轰他为台湾第一才子 从来不讲说他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 在台湾为统一台湾而努力的战士 不敢讲 为什么不敢讲 因为国民党就对付了李赫若 所以他说讲说 你看你国民党 你来杀我们的 你来对付我们台湾第一才子 但是他不告诉你李赫若 他就是共产党中国共产党 对 再来更让我气 他讲文化艺术 其实我也不晓得 我们正正这样念历史 为什么要写那么多文化艺术 我也搞不太懂 搞不懂 艺术史也不是不提 提太多了 然后里面讲 台湾 哪一个人在日本时代得到什么奖 什么江文雷 李全生 等等 什么林明德 蔡瑞月 什么这样讲一大堆 那我请问你 台湾最重要的独创的艺术是什么 歌仔戏 就是歌仔戏嘛 歌仔戏就是融合了中国古典小说 闽南的景歌唱腔 再加上京剧的舞蹈动作 那对不起啊 这个是以前中国大陆别人都没有的 所以歌仔戏还会能够回传 在日本殖民统治时代里面 还能够输出到中国大陆去 歌仔戏的创意 的时候欧来一处 一个字都没写 你这个真的是在爱台湾吗 写了一大堆 某某人就得到日本人的奖 得到日本人的奖就可以特别写吗 所以我实在是觉得 这些人一不懂历史 就是蔡碧中那种货色人在写的嘛 好 那就是这个教科书已经非常明确的 就是用来洗脑台湾一代一代的年轻人 制造民进党未来一张一张的选票 因为读这样子的教科书的长大的年轻人 20岁他去投票 他就会投给台独 他看到台独他就觉得心神愉快 他看到大陆他就觉得是外国 甚至是仇国是敌国 就是不以为意 然后呢 竟然台湾的教科书也连为安抚三个字 都在历史课本里面完全消失了 委员 我从吴教授跟刚刚郑云雄的讲法里面 我们可以完全地感受到 整个现在台独为了他的整个推广去中国化 他无所不用其极 他放大了所有日据时代 所有日本的东西 然后他矮化窄化丑化 所有跟中国历史原来的东西 所以他不仅他的历史教科书 他不仅是一个台独的石缸 他是一个要把中国去中国化之后 他恨不得把他断代史切掉 你看他捏造很多事实 你就说我们台湾目前的人 所以我们85%是原住民的基因 像我爸爸49年跟国民党来的 我妈妈是在地的台南人 你说我们有超过85%跟原住民的基因 鬼才相信 而且他的论文 他的研究已经被驳斥了 竟然还被放在这个教科书里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 不能理解 我要从一个反显的角度 我是主张国民党 目前针对这个事情 包括韩国要选动的时候 应该要有个论述 有个主轴 就是说我针对这个东西 我未来我的做法怎么样 因为108克刚所造成的灾难 不仅对很多教书的老师 不管教国文或教历史老师 造成一种痛苦的不堪 也会对我们台湾未来的发展里面 会显成一个很大的震撼跟影响 那我觉得在这些课纲当中 南丽书局 因为我在台南成长 南丽书局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书局 他正面出参考书的 他还显然他也是政治正确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目前很多教科书的选择 县市政府是有一定的主导权 所以目前国民党在全台湾 二十几个县市当中有十五个县市 国民党要不要联合起来 要整理出一套 也就是说我们也不否定 所有各个出的版本 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一个质量用中 一个比较责中的 而不要像刚刚蔡正元所拿出来的 这种男艺术这种版本 偏极极端到我们觉得吃人说梦 既是反科学也是伪科学 而且违反了人性 违反了文化 违反了历史 也就像刚刚吴教授所讲的 他是去族群去族群去中国化 去到这种地步的时候 讲难听一点 你等于来去台湾化你知道吗 台湾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我是空掉了 我完全只能以日本人的观点为观点 以日本的历史为历史 以日本的自居 那你干脆说我要加入日本算了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问题 不是说是一个台独的问题 而是说其实我们的教科书 是大日本帝国的教科书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你所有都是要脱中入日 然后林玛丽 她本人的血统是一回事 因为她有一半是日本血统 那是她的事情 但她的学术上 有没有诈骗的嫌疑 她在职业道德上是被挑战的 第一 我手上有个报道 2007年8月23日 这篇报道叫做 研究格马兰拓液 你看她很早 她就是一个台独学者 她本身就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她就是信奉台独 所以她也搞学术研究 她研究唾液 然后呢 林玛丽遭行政纠正 为什么呢 她没有告知 她违反医学伦理 所以国科会日前召开 学术伦理审议委员会 裁定国科会裁定 这个时候是民进党执政 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都不得不在这里 裁定林玛丽违反医学研究伦理 发函纠正 她就是要在 因为南岛民族的分类跟扩散 她就是一直要 一直要去证明 台湾2300万人 是南岛族人 不是中华民族 好 那刚刚蔡委员讲的 台湾台独的学者 就是一直想要在血统上 在DNA上 要来想办法证明 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但到目前为止 全部都被驳斥 被失败了 第一个这样做的 叫做陈顺胜 他是在1996年 他就提出来说 20%到60%的台湾汉人 有原住民基因 结果呢 被驳斥了 被人家拿出来驳斥之后 当时也就是那个陈淑卓 当时就说 你的计算方法错了 然后陈顺胜支持 他后来去修改他的文章 然后从此没有再提出 这个结论 第二个就是这个林玛丽 林玛丽很奇葩 因为他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 西元2000年 他第一次提出来说 台湾人啊 有13%的汉人啊 有原住民的基因 2000年的时候他这样讲 后来他出了一本论文集 把他各个时期的文章列在一起 结果博斥他的人就说 你好好笑哦 你呢 你在79页跟199页 说你台湾人有13%是 来自有原住民的基因 在第64页 变成台湾人有26% 有原住民基因 之后呢 又变成112页 变成85%的台湾汉人 有原住民基因 结果后来又被陈淑卓 拿出证据说 你根本第一没有证据 第二个你 你的论点完全被我用事实跟逻辑 驳斥了 只差没有伸出手来 打脸这个林玛丽 这个家伙真是可恶 其实我们都了解 现在你刚刚讲的那些呢 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说 要把台湾 然后形塑成跟中国没有关系 文化协同都没关系 这是很困难 我讲很困难 为什么我们讲的是 不是闽南化 就是客家化 国语 这个都是中国的 为什么我们写的文字是汉文 为什么我们的名字是汉文字 为什么我们的祖先牌位都是写 唐号都是中国大陆来的 光这些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吃饭为什么是用筷子 我们不是用原住民用手 对不对 我们的衣服我们的祖先 曾经留下来的那个肖像用画的 为什么清朝的那个服装 为什么 这些都没办法切割的 前两年蔡英文执政以后 内政部要准备要修订说 让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只要你高兴 你可以选择用罗马拼音 弄你的身份证 他是想用政治力量 但我刚刚所举出来的这些 都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改变的 日本人统治五十年 他还有行政权力 而且还高压性的 要改变你台湾人 都改不过来 你台主就凭这几个小猫两三只 就想搞不把这个就搞得颠覆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历史这个东西盘盖的范围是很广 有政治史 有经济史 有文学史 有太多的 他现在讲的只是 其实我们一般人所讲的历史 我们的学校里头教的这个教育史 这里面所教的 主要是讲这个 我们整个政权的改变的 这个谍变的过程 那活动的过程 那么台湾人的祖先 怎么活动的过程 这些不是凭说今天 你难以教科书 三两本就会改变这些 可以吗 当然不可以 但是不可以是不可以 我们也不能说当作没看到 我们还是要出来裹斥一下 为什么要裹斥呢 因为这个东西它只是银银蓝的 你刚刚讲的事情讲的没有错 它要把我们难导化 所谓难导化 如果照它这个历史教科书 换到我们的子弟身上去 以后就会感觉到我们跟柏刘 跟诺鲁 跟吉里巴斯的人 好像也差不多 那个才是我们的亲人 对对对对 所以蔡英文才叫寻亲之旅 探亲之旅 这好像也差不多 问题是 这些小孩子是不懂 问题是这不是事实啊 对当然不是 有一天当他们视野开脱了以后 他们会觉得 这不是很好笑吗 我本来都戏出门门 然后你怕我开始 讲得好像路边摊一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呢 我是觉得 当然我们还是要讲 还是要抖势 他今天没有办法正面对决 我要搞一个政治台独 所以他就用侧面的 迂回的 他来个文化台独 透过历史教科书 然后灌输这些学子们 产生一个不正确的观念 刚刚你讲了一个 说什么这个 人种松 台湾人里头有这个三地血统 其实有没有这个血统啊 人的血统啊 在历史的整个大汇流中 难免多多少少都会有 这个产生婚姻关系啊 或怎么样 但是比例高不高低不低 很简单 如果现在你把我们的原住民 跟我们一般这个 长相 长相 一看就看得出来了嘛 你说是不是 你又像那个 以前民进党有一个例如 叫林中正 你记得吧 他是有阿拉伯仪的血统 但一看就看得出来 就看得出来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是原住民的话 我们不容易 两个站在一起 不是那么容易就 一分就分得出来 但是呢 到第二代来以后 比较有以后呢 就是说 当初很多国民党军队来 有跟原住民通婚 通婚的第二代第三代 你就不容易分了哦 那个时候就真的 就不容易分了 那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 这是很容易区分的 不必费那么大的精神 有什么血液啊 有什么DNA 有检测啊 不必 我讲的就很现实的问题 大家一看就知道嘛 他就是很清楚的 他就是因为台独他的理论就是说 我们台湾是一个台湾民族 我们台湾人因为当时来台湾 只有唐山公没有唐山妈 那你怎么会有小孩呢 就是跟当地这里的平埔族 跟原住民通婚 所以我们的血缘 我们的血液就已经跟唐山人 就跟中国人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当然他要在这里 彻底给你解构 这些人都不是真的念历史的啦 你去从台湾的人口结构 就看得出来 当时荷兰人离开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平埔族原住民 只有三万人 你扣掉一半男的 剩下一半女的一万五千人 能够生的老的不能生 小的不能生 只有五千个人 请问你五千个人 到了郑成功离开的时候 这个平埔族人口没有成长 还是维持在三万四万中间 到日本时代还三万四万中间 那我请问你 如果这五千个平埔族的女性 都去帮汉人生小孩 你知道那个时候 康熙皇帝一直到了 那个什么 这个雍正时代 台湾的人口的算数平均成长率 是30% 请问你 有哪个女人那么厉害 就躺在床上 生出30%的女国成长率 所以就驳斥了 民进党的神话 好来我们来看看 吴坤才教授呢 他反对去中国化历史教科书的记者会 他讲了 他说 你不是只有男一版有问题 龙腾版有个问题 因为整个每个版都有各的问题 因为那个 克刚就已经是个丑陋的魔鬼了 那你的丑陋魔鬼 根据丑陋魔鬼编出来教科书 你要符合克刚 你才能够通过审核 教育部才会让你去卖 所以每个都很丑陋 来 吴教授 谢谢 我回应一下 我讲的 这里有一本书 刚好也在回应到 来给镜头看一下 导播给镜头看一下 那个文化的概念 就是血缘的概念 就是他的 他龙腾版里面 也是高中历史教科书 龙腾版 刚才我们在讲那个血缘的东西 龙腾版其实在我来看里面是最赌的 最赌 等一下我有时间我再跟各位分享 现在就讲吧 现在就讲为什么 他自己我先讲他自己讲在这里2017年他还有一点良心 他在2017年的今日台湾族群里面他自己讲他自己讲 他说97%是汉人他自己的哦 龙腾版的代宝村其实就是台独的大将 他说97%是汉人 97%是汉人 是啊 97%是汉人 他自己讲了哦 我们读到的资料我们应该是97%是合理的啊 他自己讲了 他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讲我们还不敢这样讲 那换句话说汉人这97%的人在这个地方是主体 那这个地方的主体所生存的接受的那一个竞争出来 结果那个文化叫做中华文化 那这个中华文化是我们在这个族群 在这一块97%里面的人赖以生存的最核心的核心价值 也叫做重中之重 其他不是不重要 而是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中华文化 然后他在这一本书里面 这一本书里面有一个汉人出版社 在今年8月因为他是第二次才取得版权的 他在97他在他的一开始讲多元信仰里面 他讲他讲文化里面当中有一个叫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分为两大系 一个是从中国大陆福建广东移民到台湾 另外一个叫河西跟清朝时期从各国进入到台湾的基督教 这好像看起来好像是多元 其实不是多元 因为在这个地方的宗教里面 98% 97%的台湾人民信仰的 那才是主流了主流信仰 那2%有没有 有 那么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基督教在台湾今天占的人口 包含基督新教跟基督旧教 3%到4%不到5% 那换句话说95%的人都是信仰的 中国的传统的民间信仰跟佛教跟道教 那换句话说他把这两个并程 就跟你讲说你的跟我是一样 可是不对 主体是97%的台湾人 都是信仰的同样的价值 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因为在台独里面 台湾的台独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叫做台湾长老教会 他是台独的坚定支持者 所以他是基督教的 然后他支持台独 狂热的坚定的支持台独 然后要用闽南语 要用罗马评音读圣经 然后认为台独比上帝重要 甚至是有些 我有成绩去那样的教会聚会过 我知道 不是所有的 但是是那样子 那台独 台湾的台独运动 你往前一拨 拨开来 你总会看到长老教会的影子 所以他出现在教科书 硬要讲这个3% 我也不觉得意外 我尊重宗教的多元 平等跟自由 但是事实我还是要这样 我们所有主观的判断 都必须要站在客观的历史上面 那我再举个 我为什么讲说龙腾板是最毒的 最毒的 我看到了龙腾板 因为课纲里面规定 你要讲台湾地位未定论 可是他只叫你讲 他没有叫你怎么讲 那我举个最简单 从最完全否定的 我们在历史学有一个叫做 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就是说 我在什么地方呈现 这代表我对这个地方的重视 跟重视 那么在龙腾板里面的第103页里面 他直接就跟你讲 他那时候的课纲 我很清楚 课纲是规定你说 你要探讨台湾地位未定论 是问号还是句号 要用一个问号的形式 让学生们去多元了解 可是在龙腾板的第103页里面 他就是直接讲这么大的字 叫台湾地位未定论 他跟你讲说台湾地位是未定论的 那么根据调查 有50%以上的民众认为台湾未定论 这句话是错的 他们已经有民调调查出来 是错的 换句话说台湾地位已经定了 可是他就跟你讲 他标题就跟你讲台湾地位未定论 然后就在这个地方 那比较负一点责任的 比较负一点责任的 比较不敢直接明目张胆的讲说 台湾地位那个已定论的 就在这种地方 在这个地方他会跟你讲说 像这个像汉林板 汉林板他就会在跟你在博学堂 不是在政文里面 他在副文里面让你讨论说 台湾有可能地位未定论 有可能地位已定论 这是比较稍微老实一点 那比较还有一点不太敢确定的 就是像这本书叫薛化元 薛化元其实也是独派的大小 也是台独的啊 他在三明板里面 就跟你讲说 他不敢在这里面跟你讲 他在这里敢跟你讲说 开罗宣言是非正式的 不具法律上的效用跟管辖权 天啊 国际都已经 开罗会议就 不是 我们这样讲 薛化元他到底懂不懂我不晓得 但是他讲这句话是有玄机的 写历史的有时候不能只讲前面 那件事情全部讲完 开罗宣言在1943年的时候 真的是用这个新闻公报的形式发动 真的没有拘束力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 但是后面就有了 对 后面他不讲 不讲说当波士坛公告的时候 就把它纳入他为地霸 他不讲 就等于是追认了他的合法性了 那好吧 就是波士坛公告是说 我们是这四个国家 就是美国 英国 苏联 中国 四个国家的约束力的一个公告 没有关系 然后日本没有同意 那没有关系啊 问题就是1945年的时候 日皇投降造书 以及日本降服文件 都说我接受 奇怪啦 等于是所有当事人全部同意了 就是已经定了嘛 可他故意只讲前面 开罗宣言 没有错 后面不讲 这个他就在什么 他很贼的地方 好 那我看到有一个很贼的 这个是龙腾板 龙腾板84页 他在上面写说 随着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抬头 对台湾民间的政治运动 开始严加取缔 此目标面临重大打击 所以他在讲台湾人 怎么样被日本人打压 杀害 屠杀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他都是用一种 比较平稳的 很客气的想协议队 然后你看 注意看哦 下面突然来一个 古今选票比一比 他就告诉你说 参与选举是今日台湾常态 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投票 在1935年举行 意思是说 日本时代呀 人家日本人就让台湾人 可以投票啦 他不讲一件事情 他不讲说 年满25岁的男性 日本国民 选区居住满6个月 年缴税5元以上 哦所以读这个的小朋友 高中生就知道 就会觉得说 哎 人家1935年 日本人就让我们台湾人投票了 日本多民主啊 你看然后跟今天选票 他假装说要对比选票 他其实是要表达什么呢 请教一下 他这个是要表达什么 他这个哦 就是要呼隆说 日本人有多伟大 但他不愿意讲一件事情 日本人当时 允许投票的选民有多少 然后现在后来 国民政府到台湾的选民有多少 他不讲 当时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当时的选民只有2万多人 然后2万多人里面 70%是日本人 那这不讲啊 对不对 这是很好笑的事情啊 当时台湾有几百万人口 有几百万人口 可是他就是你看 要年满25岁的男性日本国民 等于是日本人派到台湾来工作的日本人 他才有 然后还有一些某些高级台湾人 黄敏 黄敏就是 三只脚的汉奸 然后呢 年脚税金5元以上 反正就是日本人批准了 我给你投票 所以日本人 当时1935年 本来日本国民 在日本本地就有投票权 但你台湾人就没有 无论 对啊 这个叫做多可恶啊 这个很简单 他这个逻辑 随便翻一个 他就有递人给你 他这个逻辑就整个也想告诉你说 不仅去中国话 也在推翻国民党 把民主的制度带到台湾来 从375建筑以来所建立的制度 他告诉你的 就是告诉你说 国民党那一套没什么啦 在日据时代里面 就已经有了民主的制度 让日本人可以投票 让台湾的皇民可以投票 他逻辑就是这样一样 他没有讲 他只说发生在台湾历史上第一次 他让人家以为我们台湾人早就有投票 没有错 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嘛 不要脸 我就说你这本教会书不要脸 你胆敢出来这么辩护 你这本教会书你可以这样写吗 所以我刚刚随便翻页 我就请教现场专家 因为我一看 我这个人雷达 就是一雷达 我就觉得 嗯不对 你想干嘛 两张选票让你比一比 他说台湾历史上第一次投票 于1935年举行 与今日差异如下 不要脸 可恶 好我骂完了 对啊 所以这样一个逻辑 充斥在整个所有的108的课纲里面 那铺成下去 所以我刚刚在想啦 你如果只有15个县市政府去联合去寻找的话 可能也不够 现在整个就说应该要 我觉得应该请吴老师要表达一下意见 我觉得整个要去颠覆108课纲嘛 你要做一个有机化的调整 不能接受这种课纲嘛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反省 在国民党执政时代 国民党要干嘛 王小坡教授到过立法院来 找过我们国民党的立委 他要求说马英九总统执政之下 要赶快拨乱反证 把整个台独化的 把整个去中国化这些 这些史刚 就是从陈水扁之那几年搞的东西 要赶快拨乱回来 如果不把它拨乱反证回来 会来不及来不及的 我就记起当时王小坡教授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当然有责任 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更轻的角度里面 韩国瑜表个态吧 对应该表态 也就是108克刚 我觉得要重新整个检讨 韩国瑜不太懂这个话题 你别给他表态乱表 然后呢 那个吴坤才教授还讲说 其实这里面有去中国化 然后有媚日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是 根本是大日本帝国的教科书 里面还有呢 偷偷摆了很多 对国民党的羞辱 然后呢 对民进党政治人物的照片啊 名字都频频的出现 然后里面有这个黑名单工作室 这个就是一个台独的乐团 里面的歌 你看都是用这个 老贼无耻 鼠辈横行 你看这种洗脑 这种恐怖的洗脑 是根深蒂固的会影响到 其实这种人物 我们在历史上 经常可以看到 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啊 或者是这个朝代毁灭 那原来的那个老朝的那些旧城啊 对新朝怎么阿语 怎么奉承 然后媚着良心 歪扭曲事实 什么都有 这种事情所在的多 从整个历史 我们谈历史 历史长河里面 这就像一条河里面 它一个小浪花而已 大家也不被那么气愤点音啦 当然因为 它这个一个暂时的一个现象 它经不起这个时代 不要20年 不要10年啦 它马上就会被整个时光呢 就会把它淘汰掉 因为台独不可能得逞嘛 它只是在为做台独的这个爪牙 然后为它扶沉一些道路 所以这些商人呢 你不要讲 它根本就不配当知识分子 它们只能够是一个商人 那商人为了利益 做这种勾当 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我不是批判这个出版社 我就批判出什么出版社 我更批判民进党 还有国民党 那更不用讲了 这个不在话下了 对不对 但你连出版社也批判很好 我刚刚都骂无耻了 我们现在在拿这个东西出来讲 我们只能这样子 那你要正本素颜的话 当然是民进党啦 然后整个 这已经变成它民进党的共同思想 跟他们的行动纲领 他们已经是完成 这样子要去完成他们的 所谓 他们也知道啊 这是为了短时间 要获取一些很短的政治利益 那至于说政治利益 能够维持三年五年 那他们不在乎 能拿多少算多少 那以后你说这些会不会 纳入历史里面呢 完全不会 这些人就像当年 中国大陆抗战的时候啊 八年抗战 这中间也产生了很多汉奸啊 他们当日本的狗腿子啊 怎么愚弱荼毒自己的同胞啊 这些人历史有没有帮他记载 记都不会记 就是根本枪毙了事就这样子而已嘛 没有那么严重 老师说 但因为我们活在当下 我们看着就会很气愤 这个是难免 我们一定要拨论反正 这个也都是正常的反应 但认真讲起来 他们根本就不足挂齿 在我眼里头不学一看 台独立机关搞吧 其实两岸一定会统一 中国一定会统一 就等着看会怎么样 我们再来看过去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刚刚讲到王晓波老师呢 他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师 他在马英九当领导人开始呢 其实也包括我们都一直建议马英九 你要赶快赶教科书 可是马英九用的第一任教育部长 就是这个台独 没错吧 就是个绿的 郑瑞诚 就是郑瑞诚 所以为什么我每次都把马英九 偷出来骂一顿 你干了这个事情 我们投票给你 结果你用的教育部长叫做郑瑞诚 这是个绿的 你用的陆委会主委是个绿的 好 然后一直一直后来 王晓波一直劝马英九 一直劝马英九 终于有一天马英九说好吧 然后我们来改教科书吧 可是那个时候他民调的制度已经低了 而且那个时候已经实不我语了 到最后两 2015年的时候 终于教科书要改 稍微课竿改一点点改 千分之零点一吧 只改17项 只有17项要改 里面有什么呢 把接收台湾 说中国接收台湾改为光复台湾 这有什么错 鸦片战争迫使清朝开港通商的叙述 有争议 就是说你要把事实这样写出来 有没有什么错 然后你要把慰安妇改为 妇女被强迫做慰安妇 你加一个被强迫 有什么错 结果当时民主党疯狂出来反对 因为他知道这是我的命脉 我这次要跟台独教科书 我怎么可以让你改一点点呢 然后当时亲民党 全党上下都支持民进党立场 不肯让教科书稍微改变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子的教科书 民进党还觉得不够毒 继续改到今年我们看到更可怕了 来 吴教授 我再补充一下 这个我蛮同意刚才吴医生副委员讲的话 其实四个县市应该有一些 县市长应该有个表达 其实这本教科书 我用几个字来检视 就是它对日本来讲叫阳善隐恶 对于中国文化在台湾这块图体 它是阳恶隐善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 我为什么这样子 我才随便举一个例子 同样一本书叫汉林出版社 汉林出版社它在强盗日本 日据时期对台湾的国语文教育里面 它这样讲 它说推动国语文教育 有助于国民沟通的基本工具 并且凝聚人民的相信力 培养出国民意识 培养出国民意识 那它同样的一本书里面 它刚才讲的是第109 那么同样的一本书里面 同样的一本书里面 在强调台湾的推动国语运动的时候 就国民党来台湾之后 推动我们中国国语的时候 它怎么描述呢 它说它也 后来它在台湾推动国语的时候 它为了推动国语 它禁止了布袋系用敏南语 也曾经又希望它用国语来发音 那么国语运动的局励成效 长期严格禁止方言的结果 让各个族群的母语严重流失 好可怕 日本人推动国语 日本推动日语是对的 就强调国民的民主意识 那国民政府在推动国语的时候 它就是变成消灭母语 所以这个东西你就可以 为什么我讲说 对日本人它的史观 对日本人它是洋善引恶 那对中国文化 对中国人在这块独立 它是洋恶引善 这个是我为什么 齐齐兰以为不可说 这一本其实这本教科书 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那它对于中国文化不但漠视 而且它会仇恨 会仇恨中国 它打从心里面 是蔑视中国 不但觉得是隔壁的国家 而且觉得你是个不文明的国家 而且要来欺负我 而且既然我们不是同一国 你为什么每次都说要统一我 就觉得你在病恨我 那我就开始仇视你 然后觉得中国人 你看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每次在台湾 白色恐怖 一介绍国民党就是白色恐怖 然后就是打压母语 所以你现在知道 不要再问我说 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人 是搞台独 因为从1996年一直到现在 二十多年来 我们的教科书 捏在台独手里 怎么可能不台独 每年多了一百万人 一百万人 一百万人的 每四年多一百万的选票 年轻人买二十岁 每四年多一百万人 都是读台独教科书长大的 他怎么可能不喜欢台独 他打从心里面就觉得 这才是我 我的国跟你的国不一样 你们这些统派 你们是外星人 你们是舔共的 所以恐怖在这里 这样的教科书是有读的 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 我们要反抗108克纲 我们要把台独践踏在脚底 然后我们要反对这种 无耻的可耻的 不要脸的教科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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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